台风尼泊特日前交代强风暴雨在福建登陆 带来惊人的破坏力 重创该省多事 根据中国民政部 这场风灾造成的9人死亡 18人失踪 900多所房屋倒塌 直接经济损失达到9亿元人民币 相等于马币大约5亿4千万令吉 台风尼泊特日前强势登陆中国福建省 造成多地发生严重灾害 根据中国央视报道 截至今天9点 灾害已经造成福建省45万2千人受灾 9人死亡 18人失踪 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16千公顷 直接经济损失达到9亿元人民币 或相等于马币5亿4千万令吉左右 其中在重灾区之一的敏青可以说是满目疮痍 在台风过境后 满地都是洪水退去后留下的泥泥 百姓也只能无奈地清扫 希望能尽早恢复日常生活 除了民众自行收拾残局 武警士兵也加入侵略行列 目前地方当局也奋力尽快恢复交通 电力等通畅 保障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目前中国国家减灾委针对今年尼泊特给福建省受灾群众 基本生活造成的严重影响 紧急启动国家第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查看灾情 协助和指导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的救助工作 NV7综合报道 这也 NEку 밤 解决 12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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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